出门玩了一个礼拜 回来一开PS5发现PS5无法启动了 请连接存储了最新更新档案 重新安装用的USB硬盘 你可以从playstation.com上下载PS5主机 重新安装档案 取消OK 现在是安全模式 连接手柄数据线 然后我到playstation的官网 去找到这个页面 这有一个重新安装PS5主机系统软件 这应该是PS5的系统构建 还有最新更新内容的 一共是1.2G 我不知道你们那是否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用的是国行光区的PS5 在我的印象里 我并没有开机断电 也没有什么异常操作 前两天有同学问我 说PS系统有更新了 看提示应该和更新有关 其实别的倒不怕 主要是怕我之前的数据 都没了 重新来挺麻烦 刚才在群里有同学说 他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但是他点击了忽略 可以正常进入 但是我刚才在忙别的也没管 他自动就到这步了 有懂的同学先给说一下 或者等我下载更新完之后 再和大家分享 希望不会有太大问题